每日都有新趟点 小二带你可不听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 又准时出现了 王凯和松云两人在合作了相方而行后 知名度和热度可以说是都达到了顶峰 小伙们到现在 谁还不知道难得消停 相方的爆裹除去紧凑又不是甜蜜的剧情外 王凯和松云的演技也非常加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两人不仅是实力派演员 还是非常有天赋的歌手 王凯之前被邀请到跨界歌王室 通过自己低沉的嗓音 符合了万庄少女的心 当然也包括小二哈 可以说是敬艳全场了 随后也不负众望 拿到了那一届的冠军 随后趁着热度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可以说是演员歌手双开花呀 真正的全能型艺人 宋依这边虽然没有网卡的歌多 但是每一首都是精品 锦心流转 琴尖尖 流光思域 赵梦坚 千丝万缕 一针一线 花满天 没错 这就是谭宋依演唱的锦心思域的插曲 花怨 歌曲由陈克星作词 王子鹤作曲极致作 小儿却忍不住单曲循环了起来 谭宋依以清甜嗓音 道出娓娓深情 来自十一娘的温暖之余的声音 真的是太好喝了 尤其是 看着MV听着这首歌 更能让人沉浸在 虚令仪和陆十一娘之间的 浓情蜜意里 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歌 之前 宋依在网络冲碗中的 绿色小香蜂套装 也是少女感十足 谭宋依娃娃脸一直都很鲜小 高麻尾卷发也是绝绝子 一首New Boy 也唱出了那个感觉 好好听 2020年2月16日 谭宋依通过抖音 谭宋依工作室发布一条作品 只见谭宋依修行的发型 配上阳光灿烂的笑容 自弹自唱这首想见你 配合上合适的口红色 千只爱的不要不要的 在与王凯主演的相反二行中 宋依也先唱了一首插曲 Like Shining Star 很多粉丝就希望可以看到 宋依和王凯两人合唱 小儿发了很久也没找到 只找到了两人唱的同一首歌 王凯在参加跨界歌王的时候 唱过一首 一次就好 宋依也在线下唱过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太配了 简直要配小儿一脸 之前小儿说过 王凯的歌手史 今天小儿和大家来聊一聊 松影 她是甄嬛传里 深受娘娘喜爱的 天真无邪的纯贵人 她是旋风少女中 古灵精怪的范小莺 同时也是16年初夏 那部唤醒我们青春校园记忆的网剧 《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 因为看这部剧 出示到宋依这个可爱的女孩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典型的90后女孩 这个来自四川的妹子 喜欢吃零食也爱笑 娇小甜美的外表下 有着活泼可爱的个性 性格也天真烂满 业余时间 她也会路上接受歌曲 通过平台与大家分享 成为一个演员 这个梦想 从小就扎根于宋依的心中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 她为之坚持付出了很多 2001年 她进入舞蹈学校 开始学习跳舞 我们都知道舞蹈并不简单 练舞蹈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练基本功识 简单的动作 需要重复练成百上千次 优美的舞姿背后 是常年累月的 灰汗如雨的付出 这些重复 而辛苦的训练 也锻炼出了 宋依坚韧的意志 记得她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是我喜欢的角色 多苦多累 我都无所谓 2007年 谭孙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也让她 正式开启了人生的演艺之路 每一件事 要想做得很成功 都是不容易的 梦想的实现 努力 必不可少 其实最难的就是 坚持和等待 因为梦想的实现 需要时间 追梦的过程 是一段很漫长的旅途 这也许会贯穿 我们的一个青春 乃至整个人生 前段时间 看了一期 央视的艺术人生 因为这一期 宋依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看完节目 也让我对她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再谈到未来的人生的规划 谭孙云在节目中 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就是可以一直演戏到老 用一段好的婚姻 有狗有孩子 然后去海边 安度晚年 有时候总在想 幸福是什么 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发现其实就是 简单平凡快乐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好 以及有一个目标 和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的幸福感 可能是一个 温暖有阳光的午后 一本书 几首好听的歌 和想见的朋友一起聊天 还有就是 有几个自己喜欢的偶像 彼此一起陪伴 一起成长 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对于演员的定义 和之爱的见解 谭孙云在节目中的这段话 是最好的回答 我觉得每个职业 每个人 你在做什么事情 包括你的人生道路 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容易 但是你要怎么样 去坚持你坚持的东西 怎么样 拥有你的正能量 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做演员 我们拍戏 是给观众看的 观众就是上帝 我们也是在为老百姓服务 那么观众喜欢 认可我们的表演 我们是很开心的 你要是不喜欢 也特别希望 能够接受到一些批评 或者意见 可以去改进 就是在为人民服务 帮助金物与横流的社会 能够保持着初心不变 真的不容易 每一个有内心坚守的人 都值得被尊重和学习 每一份工作 都有他所存在的意义 每一个职业 都值得被尊重 因为每一份工作 都有他的不容易 也许背后的付出 不一定每个人都理解 但是自己 温馨无愧就好 我始终认为 有些事是值得放在心底 当中不能轻易忘记 其实现在是快解锁的生活 有自己的追求 同时保有自己的底线 是每个看似平凡的人身上 最不平凡的品质 这就是谭松运 一个爱笑和喜欢唱歌 为梦想而努力 坚持的女孩 愿岁月 不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向优秀的人学习 不断追逐 不断向上 越努力 越幸运 终将成为最好的我们 2023年3月9日 晚上20点08分 谭松运在其个人社交平台 发文称 愿我们接安 与此同时 谭松运还发布了 最新照片 六宫格和其新歌 安的两个视听连接 一盏灯 一个人 打开窗 仰望星辰 耳机里音乐声 在此时 声无声 冰花马乱的世界 愿你能给安稳 纷纷扰扰的人间 愿你保有天真 无味的勇敢的 享受着青春 谭松运此次演唱的新歌安 和之前演唱的作品很不同 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首作品 是由谭松运一人 爆揽了词 曲唱三部分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谭松运也从一个女演员 跨界演唱 转型为全能音乐制作人 谭松运爆揽新歌安 词曲唱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2020年5月31日 发行的歌曲 《我在》 也是由谭松运 独自完成词曲唱三部分的 这首歌曲描写的是一位 都市女孩的情感表白 表达出创作者对于那种 不管事事如何变换 都有期盼 一种安稳生活的美好愿望 谭松运的演唱 也是急剧深情 总体来看 新歌安这首作品 非常适合一部 都市情感电视剧的主题曲 安给观众最大的感受 是旋律的安静 其次是字里行间 透露出的 面对人世间的纷扰 内心的安定 既是自我的修炼 又是对他人的祝福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 都能够不忘初心 在生活里找到平衡 在人世间 生活简单的快乐 看到谭松运在新春衣食 就一人抱揽词曲唱 演绎新歌安 喜欢谭松运的粉丝们 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安是早安 午安 晚安 日日安好 也是春安 夏安 秋安 冬安 四季平安 缓缓地道出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 是青春 是过去 是数不尽的回忆 冰花马乱的世界 愿你能够安稳 纷纷扰扰的人间 愿你保有天真 大概 这是宋运和松果的 双向愿望吧 大家希望看到 宋运与王卡两人的合唱吗 最希望他俩能够合唱哪首歌曲呢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留在评论区